大家好 说一下欧洲最近的欧洲议会选举 这块呢 直接援引后杀月光的文章吧 第十届欧洲议会选举于6月9号落下帷幕 这次呢 很多国家呀 应该说是受到了一些重创 为什么呢 因为极右翼啊 势力在抬头 先来看一下这个得票 你看 这是整个欧洲议会的720个议席的投票 其中蓝色这部分 就是深蓝这部分 这是右翼 传统右翼 就是中间偏右 而红色那部分呢 深红色属于中间偏左 都是相对比较温和的左翼和右翼 而呢 右边这四个 72加58加46加52 这几个 他们呢 是我们通常这回说的极右翼 他们的影响力呢 在扩大 而左翼呢 一些极端左翼 比如欧洲的绿党 他们呢 在减少席位 比如说啊 这回中右翼就是蓝色这部分 获得了189席 也就是老太太冯德莱恩 大家很讨厌啊 认为他是这个美国这边的摇尾启连的 这么一个代言人 尽管如此啊 189席 这也是第一党团的优势 而中左翼 就是社民党 135席 这是温和派呢 基本上没有变 但是呢 极左翼这边啊 减少了 极左翼你看欧洲复兴党 这边83席 减少19席 还有像绿党 53席 减少18席 而大赢家呢 则是右翼 保守于改革党团和极右翼党团 就是右边这四个 总共相加呢 超过200席 这次呢 大概有3.73亿的欧洲的民众参加了投票 比以往呢 增加了许多 这是冯德莱恩啊 老太太 说冯德莱恩呢 争取连任 他前面啊 就剩下最后一关 欧盟的27政府领导人如果没有否决票 然后呢 新一届议会啊 走一下投票程序即可 冯德莱恩呢 对极右翼的崛起啊 相当担忧 他在现场呼吁啊 欧洲对极右翼和极左翼呢 设置障碍 不能让他们啊 侵蚀欧盟的价值观 他说我们应当啊 共同阻止左右翼的极端分子 他能不能连任呢 要看欧洲大国之间的交易 当然呢 美国也不会允许啊 这个冯德莱恩老太太呢 被拉下马 因为美国十分喜欢他 他几乎呢 对美国呀 是 就就就当孙子 美国说啥他就是啥 而法国这边呢 马克龙 当晚呢 出人意料 宣布解散 法国国民议会 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时间定在6月30日和7月7日 齐呢 是他领导的法国复兴党 在欧洲议会中 选举中啊 惨败给了 乐庞的极优异政党国民联盟 所以马克龙有点慌了啊 他这个法国复兴党 哎呦 不行了 对吧 这个要不然我提前了吧 趁我还有点优势 国民联盟呢 获得了超过 31.7%的选票 在法国政党中得票第一 而法国复兴党呢 仅获得了14.9%的选票 都知道啊 马克龙会输 但没有想到会输得如此惨 乐庞呢 阵营借机要求提前 举行议会选举 要马克龙呢 正视法国民意 就是现在我 这优势在我 对吧 我赶紧就是趁热打铁 而减赛议会呢 是法国总统的权利 这本来呢 马克龙可以完全不鸟子 打个比方 法国呢 两支球队 在欧冠比赛中有胜负 跟本国联赛冠军归属呢 有什么关系呢 好不 回顾了一下啊 包括戴高乐1968年5月风暴 决定减赛议会啊 等等吧 一些历史因素啊 然后呢 而马克龙呢 就会赌气 他说为了获胜 我们必须立即行动 所以呢 这些欧洲的社评家 认为马克龙是什么呢 想学戴高乐将军 来让法国人民做选择 要么选我 要么就是一片混乱 说当年呢 戴高乐能赢 是因为呢 法国中产阶级啊 害怕出现这个红色风暴 但是呢 马克龙啊 并不是戴高乐 法国人呢 也不是只有马克龙与混乱两种选择 对吧 所以说他这个策略呢 对还是错 不好说 也有人说 莫非呢 这次的巴黎的奥运会 要在无政府状态下举办吗 解散议会了嘛 对 马克龙 那你说这之后是不是 还有什么政府能扶植这个政府 法国的政治稳定性呢 可能没有 这是无政府主义状态 也不是说你有总统 就能让政府正常运转了 你得有议会来贯彻执行 你的各项政策和政见 把工作的给安排下去 但是呢 也有些 这些时政评论家认为啊 马克龙是想让这个他对手 乐庞掉入陷阱 让他呢 成为总理 因为呢 没有执政经验的这个 乐庞 他会把法国 他认为啊 他会把法国搞得民运负起 导致他支持率崩盘 就是你赶紧提前当总理 可这样呢 到2027年啊 总统大选 马克龙虽然无法连任 但是呢 复卿党候选人可以获胜 就是他为了党派利益 对吧 我提前让乐庞上任 这儿来搞一吞糟 对吧 哎呦 原来 吹本天百分之三十几的投票率 对吧 结果这个样子 那也滚蛋吧 对他不信任了 但是他党派呢 能获胜 因为马克龙是在牺牲自己的个人政治前途 在右准 对吧 这回极右翼呢 都纷纷的扩大了影响力 他认为呢 根本在于啊 欧洲的普通民众受不了了 包括这个经济一直没有恢复 疫情呢 令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 有的行业呢 至今没有恢复过来 也有这个俄乌战争 对吧 将欧洲拖下水 再逢德莱恩等人操作下 欧洲背上了巨大的经济包袱 老百姓呢 要承受高涨的生活压力 贫困人口呢 再增加 失业率也在增加 利润下降 还有就是白左的政策的一些包袱 比如说非洲难民 中东难民 阿富汗难民 乌克兰难民 对吧 就是出于政治正确 必须还得欧洲啊 给他们供养起来 外交上呢 欧盟处处追随美国政策 美国说中国产能过剩 他们也跟着喊 美国中国威胁国家安全 他们也跟着喊 对吧 而中国呢 实际上是欧洲各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说这回勒庞等人呢 为什么能赢 因为他们主张首先脱离美国和北约 其次呢 退出啊 俄乌冲突 第三呢 缩紧难民政策 第四 反对LGBTQ 第五 削弱布鲁塞尔欧盟的权利 就说白了吧 就回到了一个 各自玩各自打的一个欧盟 而且要摆脱美国强力 我们更关注自己 而不是与美国的联系 包括一些包袱什么欧战争啊 什么的 什么难民啊 跟我批关系 对吧 我只想过自己的小日子 他说呢 这也是其长期主张 但以前呢 是被边缘化的 但是经济一不好 对吧 优异势力啊 就抬头了 这次能赢是因为啊 绿党之帮人啊 搞得这个欧洲天怒人怨 说这帮人呢 拿着数百余老百姓的一元薪水 就值得一会里哭 在一会里呢 手拉手唱歌 鼓励卖音业啊 就是色情行业嘛 也是他们 毒品合法也是他们 接受难民也是他们 极端环保也是他们 像儿童传播呢 LGBT 就是说你打小你得那个能选个性别 对吧 实在是女儿 让他小朋友自己做主 总之呢 在传统牌看来呢 是不干人事啊 与其说是极右翼胜利 不是说是欧洲民众啊 唾起了绿党 他认为呢 如果马克龙看不清这一点 只是单纯的将极右翼啊 说成是洪水猛兽 那就是脱离群众啊 但话说了 马克龙本来就是左翼 对吧 你说 如果不把极右翼说成洪水猛兽 那自己他变成了 芬德兰恩所在的那个 就是温和派右翼了 那意义何在呢 反正呢 这个笔者啊 后查月光他认为啊 对他们中国而言 其实比较有利 为什么呢 因为右翼比较务实 他们会跟美国无脑反华的 红波子结盟 这样的 你知道什么是右翼 你瞧特朗普 董王就是右翼 或者说极右翼 他们呢 是这样的 做买卖 该做做 只要能东西卖出去 怎么都行 比较注重实际 从这个意识形态上呢 他们可能会比拜登政府更极端 因为确实美国的共和党 向党啊 更注重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 你瞧 董王在位时 他那几个幕僚 对吧 国家安全呀 这个国务院呀 对吧 他们基本上对中国统一 采取了敌视的这么种态度 但是呢 你到实操上 他其实没干啥 基本处于嘴炮 我天天嘴上的恶心你 所以如果是老观众在回忆起 几年前董王在位时 那几年的整个的见证圈封系 董王们要把矛头对准中国之前 大家就天天看乐 董王这是真有意思 对吧 自带流量 实话说 我作为自媒体人 我是蛮喜欢他的 总能带来一些新闻的 一些包袱 但是呢 他那些内阁成员 对吧 那嘴是不前的 天天指的这个 指的那个 相反呢 民主党这边 就是旅党那边 拜登政府不是不提 但提的比较少 相反是比较克制的 再说 从实际上 是共和党呢 就物质呀 钱呀方面 是共和党 其实对中国更为力 但是从舆论场上 那是民主党对中国更为力 共和党嘴很臭 真是嘴很臭啊 还会重用一般 一些极右翼传统的那种冷战思维卡 这也免不了吧 有一好没两好嘛 总之他说呢 右翼上台 他认为对欧洲独立自主是有好处的 比如说 不要让子孙后代 以为英国美国是二战获胜的男主角 其实是苏联了啊 因为苏联那会是攻入了柏林啊 就先入咸阳者为王 是苏联先攻入了柏林啊 比如说 不要被毒品毒害 不要被滥胶污染 不要让基督教文化毁在犹太人手中 不要被就是七种性别祸害 不要认为中国是敌人 不要让有丁丁的女人进入女人厕所 评论区说勒庞等等啊 要被对 但愿不要像意大利那个女总理一样 是个假优异 这些人选啊 没管理过一个村 一个镇 一个城市 就选总统 才搞出什么 只会搞福利拉票 给大公司办事 下面死了多少人呢 跟他没啥关系啊 大不了呢 再一亿堆人过来欧洲填充就可以了 按说法国德国本来试图通过欧盟啊 控制整个欧洲 没想到呢 美国通过欧盟 这个代理人反向试图控制法国德国 就是老太太封德莱恩嘛 可能又一抬头这个事啊 我觉得阻止不了 欧洲咱不管啊 美国这边呢 我倒是更希望董王上台 为啥呢 作为自媒体人能吃瓜看乐 有新闻素材嘛 但董王上台一定会对中国引起更多的外交纠纷啊 这是毋庸置疑的 像这个中美的贸易战 对吧 什么卖美牛美猪 这东西是什么时候来的 这董王在外时期嘛 所以很多人呀 现在看董王 是吧 是个在野党啊 就希望他上台呀 其实很幼稚啊 今天期间说这里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 收藏 订阅 长按推荐 一键三连 谢谢大家